郭議員 我覺得局長說得不公道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拖了九年就不關你事或政府事 不如關勞僱會事 如果問責的話 今天如果真是問責 以前你不是局長 問責問誰 如果你說是勞僱會搞到這樣 勞僱會這個架構有問題 勞資官三方 只要資方不肯 就在那裡拖 你真是有責任交代給這個會 我早已說勞僱會制度不通 我記得我早兩三個月問你 你把勞僱會的位置放在哪裏 你就說幾十年行之有效 我們是會繼續的 勞僱會不通過的事情 就不可以做 那怎樣搞呢 你現在最低工資 你弄了新的局局出來 你繞過去吧 我不知道你怎樣去遊說勞僱會 資方的人 其實現在已經有backfire 又說人工太高不行 又說金融海嘯什麼什麼 因為你來到又說7月我想拿來 不過勞僱會那些人不行 那勞僱會是哪一方 勞方是不是在這裏坐了 勞方有代表在這裏 工聯會有代表在這裏 那當然是勞方 我當然是信工聯會 那就是資方 還是官方 你這樣跟我打官腔是不行的 你明不明白 那你下次又說其實是勞僱會 那為什麼你不建議特首取消了勞僱會 那搞定 你直接去做行政 拿來這裏便可以了 為什麼會有一個太上皇叫勞僱會 事先卡住落法會 那你又那麼尊重勞僱會 勞僱會即是尊重什麼呢 其實你是尊重資方 你自己就說明是同情勞方 即是很想為勞工做事 那你怎麼搞呢 那你說的不盡不實 我想再請教你一次 勞僱會阻礙 是不是資方就是等於 因為勞方還是官方 梁國雄議員 讓處長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太多 我聽到真的很生氣 我們要尊重事實 對這個法例草案建議 我印象有心 因為我2007年7月 做了勞工處處長之後 在第一次勞僱會 就要處理這件事 葉偉銘先生很記得 就在勞僱會裡面都談了三次 當時是因為有了一個 其實已經有一個草議的文本 但是跟著再跟律政處 和司法機構談的時候 就發覺法庭是需要有些指引 因為如果不遵從那個 強制服飾令的時候 究竟罰款額多少 希望有些指引 跟著回來 勞僱會也都覺得 是的 如果僱主和僱員的關係 已經很緊張 勉強服飾 可能其實對僱員未必是好的 於是大家再談究竟 究竟罰款額或罰款是多少 那罰款額裡面 也都在勞僱會裡談了幾遲 所以嚴格來說 現在方向共識在2007年底才達成 多謝 多謝 請清晰一點 我從未剛才說過 我們入勞僱會數 純粹是有討論過程 一定會有去參與 我們諮詢他 這樣解釋 好了 主席我之後會出席 那你搞了這麼久 是因為什麼呢 我想請教你 我補充啊 局長 因為盧方 因為資方 因為官方 即是處長很清楚 講了那幾點 現在盧方已經坐在這裏 你現在盧方已經坐在這裏 你不要賴盧方 立即沒命 那你只是資方 是官方 你剛才說 再重複一次 那三點很清楚 第一 在法例上的一個原則 在草宜文本那裏 大家談了幾段 第二 大家再想下 如果你的強制復職令 就算你執行的時候 如果執行的神髓不好 或者關係已經是見拔公張 其實雙方都覺得 再復職沒什麼意思的時候 令到這個是一個有牙齒的老虎 是應該如果僱主不遵從復職令的時候 就有個額外的罰款 那這些僱主也都同意的 也都僱員覺得 僱主這個取態 是對僱員有利的 於是大家 就是求同捨義 求同捨義 就是在談那個金額 那個額外的罰款 應該有多少 在那裏談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說是賴奴方 或者賴茲方 而在過程中 大家是理解到對方的立場 也都覺得大家共同去為 工人貿福利 也都看到僱主 是確實可以負擔多少 然後在一個整體度 大家談到數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是一個 共識建立的過程 主席 這個就是他們自己的confession 來的 過程沒有罰則 當然有罰則 難道工人會說罰得少些好嗎 當然是僱主說罰得少些好 不用說 那一定是資方那裏 如果梁議員有興趣 我們可以再會後詳細解釋給你聽 當初大家的罰則是沒有上限 沒有指引 是由法庭判的 但是法庭覺得是有指引比較好些 於是再拿回來談 多謝 好 那葉偉銘是否有新事 我想這個在討論的時候 勞國會的勞方代表 當時我們都是很清晰的 我們覺得過了之後 一定要盡快上立法會 所以剛才我的發言裏面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對這次政府右座在那裏 我會覺得是比較失望 因為我們2007年底達成了共識 其實應該應該有整 也有整年的時間 現在是2009年 有整年的時間去準備 所以政府這件事不要再重複 不是重複 我都覺得有些少許遺憾 我們會開不完的了